那我們再來帶您關心的是立法院今年一月修正通過的刑法 要重乘酒駕 在刑法的部分已經實施了 但是在交通的條例修法 明定是十年內酒駕再犯 可以公布姓名、照片等 同車工程者連續處罰最高是一萬五千元的罰還 交換部件表示 預計三月三十一號來實行 喝酒開車上路遇到遠景藍茶 駕駛闖紅燈躲巷弄 還是難逃受減 酒車直達零點四二 騎士雙在集庭路邊 巡邏遠景發現實施酒車果然超標 不過酒駕刑制在刑法部分 提高刑責已經施行 光是雙北市警方取締酒駕 今年二月相較去年同期減少三十四件 如今道交條例修法 將承報行政院核定 行政罰藥在三月三十一號上路 因為酒駕的人他是不清醒的 旁邊人怕被罰錢就會提醒他阻止他 我覺得治標不治本 我覺得會酒駕的人可能某種程度上 會比較需要心理矯正這一塊 罰錢他不一定會怕 只要十年內酒駕再犯 包括姓名照片違法事實 都會被公布 同車乘客連坐罰 罰則加上五倍 從原本最高三千元 提高到一萬五千元 直見刑罰和行政罰雙管旗下 對酒駕零容忍 但在警方執法 食物是否會面臨難題 那大多數我們取締到的酒駕案件都是駕駛人自己開車比較多 但是多多少少還是會有遇到一些有乘客在的一個案件 他還是有申訴的廣道 那我們就會解釋說現行的法律就是這樣 但酒駕駛要如何從根本預防 包括酒飲介制等也要一併重視 記者傳訊成信隆台北報道 我不報則 然後我作詞 давно 你越來越凍 你越來越早